- 難度娛樂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就是猶豫有幾個點吧 就是一個是其實好聲音有很多的導師 他們其實都是我的前輩 就不是說這一批導師 是之前的 有很多都是我的前輩 所以我覺得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還是會猶豫 然後另外一點其實就是 在我看來其實 我自己不太屬於那個傳統的 所謂的好聲音的這樣的一個範疇 所以我正常的還是會猶豫一下 但是我也非常坦誠的就是跟導演組見面的時候 就提到了這個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我一開始問導演的問題嘛 就是說我自己為什麼會有一些猶豫啊 或者是有一些顧慮啊 或者要考慮很久啊 其實我是因為知道有這樣的聲音 對 因為大家其實對你的一種 你說故有印象或者刻板印象 這個東西其實非常難改變的 就算你自己往前走了 但是可能很多人還活在過去 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就是說 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或者是讓每一個人都理解 或者是讓每一個人都滿意的 所以我一開始確實也有這樣的一個顧慮 而且我其實在做導師這件事情上面 我也會有有傷 就雖然你之前說那些有一些偶像的選秀什麼的 但是其實我推掉的更多 其實原因就是在於說這樣的模式 它其實並沒有從1.0演變為2.0 它還是這樣的一個選秀模式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當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 它不是真心的熱愛音樂 而只是用它作為一個武器的時候 我會 我反而會受到更多打擊 對 我反而會更多的不適 所以後來就很多的選秀節目 我就不願意參加做常駐嘉賓了 有的時候只是做一個總決賽的表演 所以其實近年來大家更多的看到是總決賽的表演 而沒有做常駐嘉賓 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也 我自己也有內傷 對對對 去之前 我覺得還是因為今年的一個 2020年的一個不同的一個一個開始 我覺得整個人的狀態肯定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今年這個疫情的關係 然後大家的一種狀態 包括我覺得上半年很多很多的思考 然後基本上上半年沒有太多的工作 其實有很多節目的邀約 但是我沒有做 因為那個時候狀態特別差 然後有很多自己沒有想過的一些問題 它就出現了 出現之後我覺得我需要花很多時間自己去梳理 所以基本上那個狀態就是把自己關在家裡面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今年再去做這樣的一個音樂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心情是不一樣的 然後看到觀眾的心情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就是大家在分享和享受那個音樂的時候 我覺得那樣的一種美好我覺得是 是比以往更強烈的 然後這是去之前的一個區別 去了之後我的感受是 我覺得還是很難得的一個節目 因為好聲音九年了嘛 就是它會有它一些固定的模式 包括大家會覺得它是不是有一些老化什麼的 這是我去之前也會去想到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去了之後我還是覺得很很尊敬這個導演組 因為其實在過去我參加過一些類似就是這樣的一個音樂選拔的節目 但是因為近幾年的選拔節目 它有很多選手其實並不是真心熱愛音樂的 它只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平台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麼它可能音樂只是它的一個方法 或者是它的一個武器 但是實際上你在跟它交流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它並不是真心熱愛音樂 或者是它未來想從事這個行業 就是但是我這一次 起碼是在前幾天的錄製的過程當中 我能感受到就是來到這裡的學員 他們對於音樂的一種就是真心的一種熱愛 對我覺得那個東西還是會直擊我的 會感動我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導演組 也是我覺得挺尊重他們的 尊尊敬他們的 對 它其實沒有嚴格地說區分它就是不同的賽道 它還是在盲選的時候其實選拔的方式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會聽到 我們不知道它唱的是什麼歌曲 然後也會通過那個大屏幕看到它的歌詞創作什麼的 但是它都是只有一首歌的時間嘛 在聽的那個過程中 其實你還是不知道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就是我覺得 但是你還是可以通過他的作品去感受這個人 比如說有些歌詞的裡面 有一些音樂的那種感覺 你會感受到它 比如說它是來自鄭州的 或者是你會感受到它的一個一個 你說出生也好 或者是它關注的一些東西也好 對 我覺得這個是原創的一個比較特別的表達 它不僅僅只是翻唱別人的一首歌曲 是 我自己也沒想到 所以我那幾天其實都特別開心 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 我本來以為這個節目會很熬 但還好 挺好的 你有三點問題嗎 我覺得一個是它這一次的錄製比較科學 沒有耗很久 然後每一場大概就是聽八首歌左右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這四個人之間的一種 也可以說是默契 就是那種場特別好 就是那種氣場 對 對 李融浩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挺有趣的人 就是應該是個有趣的靈魂 我覺得 包括他寫的作品什麼的 就是我平時都會聽 而且是這個年齡階段的男歌手 我自己會非常欣賞的一個 然後劍哥就是會很好笑啊 因為他講話就是 他就會很認真的講話 但是大家就會覺得很好笑啊 然後我們第三年合作過 第三年合作過 第三年合作過 也隔了挺久的了 然後 聽風哥就是 就是他就是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 我覺得也是內心很豐富的人 但是表面上你會覺得他很酷 但是現在他已經越來越 柔軟 對對對 就是 也是打開自己的那樣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我會跟他有點像 就在這方面 然後有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 就是彼此沒有交流 就我跟他沒有交流 但是 又好像都懂 就是會有這樣的一種感覺 其實我最開始對這個環節有點緊張 因為我沒有幹過這個事情 而且我不是屬於那種 就是很外放的 然後要 要去 要去講一些 什麼樣的話 就你知道嗎 就是也不是一個就是 輕易去做出一個承諾的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一開始我還真的是有點緊張 然後我就觀察 我覺得李容浩在這個上面比較 做得比較好 就是 反正先觀察一下他們的風格 然後 先了解一下是個什麼樣子 但後來跟他們在一起 我覺得也挺自然的 就是也沒有說 要 要 要很誇張或者很 很drama 就是 我覺得也是比較真實去表達自己的一些 但有的時候因為跟他們 嘴上的一些 也可能也需要有一些 對 有些鬥嘴 或者是有一些 誇張一點的表達 但是 但是是因為 彼此的那個默契和信任在哪 而不是說是強行要做出一個什麼 就是正好因為他們在彼此又有這樣的一個情感 所以一切都還挺自然的 我還真不知道 我還真不知道最後是一個什麼樣的學員 而且我其實也沒有說一定要奔著一個什麼冠軍的那個什麼冠軍導師的這樣的一個壓力 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需要這樣的壓力 他有一個 我覺得今年有一個特別好的場 然後那個 那天李劍老師說了一句話我覺得說的特別對 就是 其實在音樂上我們都是學生 我們都是音樂的學生 只是因為我們可能更多一點點舞台經驗 可能從事這行業久一點 那但是我覺得整個的那個氛圍其實是在於說我們 我們就是在音樂上面的一個交流 一個分享 其實有一些學員也許在某一種風格上面 可能玩得比我們還要好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種彼此一種交流 我覺得這種氛圍挺好的 接著我來說